欢迎明星八卦CP to our channel 肖战是优雅和品味的象征 他们依然将肖战长发视为中国娱乐圈的时尚和品味象征 这位知名明星以长发的浓密光泽营造出一种高贵典雅的形象 然而,尽管拥有漂亮的长发和引人注目的时尚风格 粉丝们仍然不禁思考肖战何时会进入训练营 训练营在中国娱乐圈是一个常见的概念 它是年轻艺人和演员接受培训和磨练艺术技能的地方 通过训练营,年轻的明星们有机会完善演技、歌唱、舞蹈等各个方面的技能 成为杰出的人才 肖战尚未参加训练营的事实引发了粉丝和公众的许多问题 然而,也需要注意的是,每个明星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通过训练营在事业中取得成功 肖战通过在电影和电视剧中引人注目的角色 以及成功的音乐事业,证明了自己的才华 它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并被认为是中国年轻有前途的明星之一 然而,参加训练营对肖战的艺术发展也可能带来许多好处 它可以帮助他继续磨练演技并探索职业生涯中的新可能性 训练营提供了专业的培训环境和与其他艺术家合作的机会 这些艺术家都有着相同的热情和对在娱乐行业取得成功的渴望 此外,参加训练营也意味着肖战将有机会向行业中经验、丰富的人士学习 训练营的教练和讲师通常是已经取得成功并在艺术领域拥有深厚知识的人 通过他们的指导和分享 肖战可以学习到许多只有经验丰富的人才知道的技巧和细节 同时,训练营也提供了一个紧密和竞争的环境 参与训练营的人通常会被分成小组 并进行团队活动来培养团队合作能力和建立良好的竞争关系 这可以帮助肖战发展沟通技巧、自信心和适应多样化工作环境的能力 然而,肖战是否决定参加训练营完全取决于他自己 每个明星都有权利自主决定自己的个人和艺术发展道路 参与或不参与训练营并不是在娱乐行业取得成功的唯一决定因素 凭借他的才华和名气 肖战可以在中国娱乐圈继续建立成功的职业生涯 而无需参加训练营 最重要的是,他需要坚持对激情的追求 并将努力和智慧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 以成为未来的巨星